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战斗群斯坦尼斯号 自三月初驶进南中国海之后 至今仍在当地海域驻防 及执行自由航行任务 前往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约翰·理查森 这两天也登上斯坦尼斯号向舰上官兵致役 他说南中国海争端引起许多人 对区域和平稳定的担忧 但他知道只要有斯坦尼斯号 在南中国海住房 一切都会没事 无论我走到哪里 人们在跟我讲话时都会问到南中国海 全世界那么多的贸易都要经过这个海洋 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贸易量 每个人都知道关切这个地区的稳定 和平和繁荣 当我跟他们讲话时 我知道一切都会OK 因为我们有斯坦尼斯号战斗群 在南中国海这里住房 这位美国海军最高军职官员 通过舰上闭路电视 对官兵发表讲话 感谢他们为保护美国战略利益 及区域和平安全做出的贡献 他说美国航母的住房 不仅代表美国对这个地区 及其盟友的安全承诺 它也是让美国国内和区域国家 安心的一股力量 当人们提到区域安全 提到稳定 提到维护和平 或是关于对这个地区的战略意涵时 他们都是在讲你们 也就是实际上所你们在做的事 所以不管是在华盛顿的 一个参议院委员会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地方 一位关注此地的公民 或是这个地区国家的一个总理 或是国防部长 他们只要看到 斯坦尼斯号战斗群在这里存在 都会感到非常放心 斯坦尼斯号正在执行 印度洋 亚洲 太平洋安全稳定任务 这是美国第七舰队 大律舰队执行巡航的部分任务 美国海军时报六日报道 斯坦尼斯号自年初即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 但他在南中国海执行 占了很长的时间 为抗衡中国扩张军力 而常驻此地的态势明显 报道说 另一艘航母里根号 上周已离开日本横须贺港 加入第七舰队的海上航行任务 他和斯坦尼斯号 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在南中国海共同寻意 这个双航母的海上部署 将持续到七月初 斯坦尼斯号到夏威夷 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时为止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 玉安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